北魏时期,世界上两大城市,一个是罗马,另一个就是大同。 一层大堂,这幅巨大的壁画,北魏贵宙图,让人驻足良久,生动在线了北魏贵族出行的规制仪仗和场面。 进入展厅,一定不要错过博物馆的专业讲解,馆藏文物十七万余件,其中珍贵文物三千余件,渐渐精美。 先去看看镇馆之宝,北魏司马金龙墓,墓板几画。 历经一千五百多年的墓板,竟然能保存至今,几画上人物姿态雍容,一带当风。 而这件几画的石雕住处,四条盘龙一字排开,置身于瑞奇祥云与风软叠仗之中。 基座的四角上的乐际弹奏着鼓,妖鼓,碧莉和琵琶。 第三件镇馆之宝,忍东文石冠床,也是这座司马金龙墓中出土。 石床有几位胡人面孔的立室托举。 这两件都代表了北魏雕刻杰出的艺术成就。 238个陶勇组成的仪仗队,完美还原当时贵族出行的规制排列。 看过敦煌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镇木兽,这只仁兽面向下方的镇木涌,实在是有点特别。 繁复精美的汉代桃莲之灯,在华岩寺广场上被做成了一模一样的喷泉。 除了北魏平城,还有两个常设展厅,大同恐龙带我们回到亿万年前的终生代,大型螺子植物化石,还有在大同发现的天镇恐龙化石完整度令人惊叹。 繁语轻音展示了一尊尊或雕于寺院或藏于民间的雕塑艺术珍品。 用霍博大雄建或简约流畅的民族性格,将大同幽远而灿烂的文明雕凿成永恒。 临时展厅的半目有灵非洲雕塑艺术展内,透过富有想象力和张力的艺术品,可见遥远非洲大地的物质和精神世界。 不仅文物藏品的丰富性极高,大同博物馆的布展具有极高的审美。 宋少祖夫妇慕容,以一群声势浩大的出行队伍,不规则地排列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上,好似马上就要策马奔腾而下。 以矩阵形式排列的290个陶器,金字塔展柜中的石器青铜器,无一不展示了布展的巧思和美感。 自赵武灵王胡福奇社开始,历北为拓拔鲜卑定都平成,治疗金元及明清,一直是多民度融合的地方。 走进大同博物馆,更深一步体会到什么才是天下大同。 我是小雪,我想要更多的人和我一起看见历史。